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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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持明镜 我猜应该是美国或是英国 for contributions to analytic number theory which had led to major advances in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structure of prime numbers and in Dauphentine approximation 好彩色 质素的结构 起码是这个数论 在纯粹数学上是number theory 的其中一个题目 很经典的 其中有一类中学生曾经听过的哥德巴克猜想 任何一个双数都可以写成为两个质素之和 这个猜想是对不对 这就是一个属于number theory 数论 number theory 领域的一个问题 当然很多这些数论的猜想都离不开质素的讨论 其中这位James Maynard 找到一个突破 他去研究一下这些质素 我们知道是无限多个的 总会有一个更大的质素 不会是有限质素的 但是这些质素 在那条数线上的分布 原来他找到一些pattern 是有少少的规定律去约束 即是说一个质素和另一个质素之间 不可以隔太远 隔太远的程度是有限制的 他好像找到不会超过600 这个和李曼猜想有什么关系 我不敢说 因为我自己也不熟 再补充一下我对 就是英国牛津大学姓John 现在是教授 也是牛津大学 他用一个比较比率的方法 来分析来找到这个答案 亦用了第二门的数学 来帮他解决这个数论中的问题 非常了不起 其实这个问题也是 比较简单容易解释给大家 因为如果说世界上所有的质素 我不理你多大多小 你先不要理2和5这两个数字 其他的质素 全部都是1、3、7、9尾 首先他一定要是单数 但如果它是5尾 多数就会被5整除 2是另外一个例子 所以基本上质素 都是1、3、7、9尾 究竟1、0、1是质素 代不代表1、0、3也是 这个你真的要去除一下 1、0、1是质素 1、0、3也是质素 但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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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质素 但是1、0、0、0也是质素 但是1、0、0、0也是质素 你要试 有时可能每个都是质素 但有时可能每个都是质素 但有时可能每个都不是 到数值越大的时候 它就会隔得比较开 一个数字可能隔得比较软 才是另外一个质素 但是它不会隔得越来越远 它原来有限制 然后你再统计 究竟这些质素 你做一个统计 究竟是1字尾的质素 更多 3、2的质素更多 7字尾的质素更多 9字尾的质素更多 原来是会慢慢 你开始数据的时候 你会觉得好像某些会更多 但你一直看 数线越厚越大的时候 最后就是记录大家是平均 1、3、7、9字尾的质素 大家都是差不多 这个原来就是质素统计的规律 所以你看到 幸好它这个统计的条目 比较充实 刚才看完 我想是昨晚才写的 相对大家比较容易明白 就是这位 James 他有研究质素规律的问题 他凭着这种分析 找到质素最远 不能隔开超过多远 所以大家看到 就是Large gaps between 5 是的 然后他不仅在10进制 他连在其他进制 他也有研究到 究竟原来就是在某一些进制之下 其他 我忘了是exactly的数字 是多少 就是那个pattern 更加快就会达字平 譬如你在 我不知道 如果是13进制的时候 你去13进制的时候 1 2 3 4 5 6 7 8 9 下一个字不是10 是A B C 然后C到10 究竟A B C 这些是不是质素 你也可以在不同进制之下 问这个问题 我觉得如果这个题目 我当然不知道他怎么做出来 但是就是说 如果你用一个普通中学学的数学去理解 你其实大约知道他解决了什么 我们理解到的 我们大约看一看 尽管后面那些 譬如那些formula 我看不明白 但这里看到的是 their bound gaps between 5 就是说 在质素之间的空 这个gap 里面 其实是有限制的 我们只能够这样说 所以我觉得 大家起码 都可以看看他做些什么 而且很容易看 因为他在牛津大学 现在 好了 最后这个 留给陈阳博士 因为这个似乎是你自己的本学 有些东西我看上去比较眼熟 而且他这个说明是在物理学中 是的 这位是不是真的就是法国人 这个是法国人 这个是Hugo 为什么 我会说来说 就是说数学 因为这位仁兄做的事 不是 我叫做数学物理 我想问一下 其实在数学内 他们会否分析 这些东西是物理学的 不如你去拿物理学 那边拿奖 又是在数学那边拿奖 又这样说 数学物理内 基本上是很数学的人 才可以解释得到 其实你说 就算邮程和他自己做的研究 都可以有一部分的兴趣 是非常之数学物理的 当时他请到 Steven Hawking 过来的原因 是否因为 Steven Hawking 也很体重在数学方面 面对物理学工业 是的 Steven Hawking 也是很多东西的数学物理 就是 我这样说 物理学 他有自己一套定律 但是物理学这套定律 一定也是服役于 这个数学的规律 所以如果有时 一些数学的规律 亦都约束了这个物理定律 这样 即是一加一要等于二 一定是约束 即是在物理学上 我们不可以违法一些 数学的定律 是的 是的 譬如整套 量子力学那套的formulation 一套 我们叫Lea Group Algebra 他们那套的数学关系 你一定是有些数学人参与 去了解他们的 那些 加减程序的规律 是如何 这位Hugo的贡献 其实他做的事情 可以用一个比较物理学的角度 来理解 他做的事情 我们通常叫Percolation Theory Percolation 这个字 我不知道台长怎么译 总之是一些破决 一些东西 穿了洞 的理论 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例如说 如果一块板 有虫柱 有虫咬 或者一块芝士 里面有东西 或者一块面包里面有东西 他被人咬 原本是实身的 他被人咬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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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咬 全部四方铎一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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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 那种中 � .. 性质从不脑水变成后水 加上性质上的改变 或者加上变 这些问题在物理学的oultsd 是很廣泛形容的 我自己做過研究 我也做過統計力學這門 裡面是用了非常多數學物理的東西 究竟我會有任何數學規律 去幫我好合理地了解到 這個上面究竟是怎樣發生的呢 譬如我快要挖空去挖到一個地步 令整個媒介的界質改變之前 究竟媒介性質的改變 是如何漸變 向一個突如其來的改變 所以剛才據說 非議事實上 對 提到上變 我自己是一個開明文理的人 如果有一個人去研究上變 找到背後的新數學理論 我覺得不要說非議師長 如果你說諾貝爾獎 物理學長要頒頒這些東西 我都非常了不起 因為這個不是我自己 這個說話不是我所說的 我記得我自己在中文大學 讀物理系的時候 有位教授都說 你能夠去給出一個物理定律 一個很漂亮的數學解釋 解釋上面怎樣發生 你拿諾貝爾獎 因為這件事 不要只是我教授 連Richard Feynman 自己 在他的自傳上都有提過 即是《Surely You're Joking Mr. Feynman》那本書 他曾經參與過這些 上面數學的研究的時候 他發覺很多東西都不懂 其中一個問題是 計算不到上面的東西 究竟如何發生 結果他就很面懵懵地去報告 想著被人狠狠地取笑 教訓的時候 他說這整場沒人懂的 其實現在這位Hugo 這位數學家 他就很了不起地去 我不是說他完全能夠解決 他是對於這些破決理論 一些滲流理論 怎樣去 很數學地理解 怎樣去 不可以說流暢 總之就是整個過程是怎樣去發生 有沒有一套數學去掌握著他 他有獨度的見解 他自己也說 他不會說自己是一個很天分很高 很厲害去解決一些很抽象數學體的人 我反而覺得是像一個物理人 其實他是不停地 他當然不是做實驗 但他在想這些問題解決一些 他往往需要用到一些很硬的數學技術 來解決這些問題 我想是用數學技術去解決一個物理學問題 這裏要再解決一下 為何會牽涉劃現物的問題 這個Propilistic Theory 你可以這樣去理解 你如何描述 描述 你大約哪個位置 是多些穿洞少些穿洞 那個空間上的分佈是怎樣 你可以用一個 那個應該是一個 可能近乎的 遮過一個 因為這個過程中 你怎樣去慢慢的媒介 很多孔孔的媒介性質慢慢改變 究竟何時是這裏出現 何時是那裏出現 這裏聚焦是多少 是多還是少 這就是可以用一種 統計機率的方式去表達 我們雖然說 但我看到原來他們也有一個 所謂通俗的解釋 就他的貢獻 但通俗的解釋是 對於數學家來說的通俗解釋 而不是對於我們來說的通俗解釋 你以為是對於這個名字 對於物理學家來說的通俗解釋 對於文理學家來說的通俗解釋 對普通人來說不是 所以你需要再補充 剛才的問題 我怕越說越錯 但我們可以探討一個問題 例如這個獎 他能否體現到每一個文化 或者每一個國家的數學的差距 舉個例如說 如果你看大部份 其實都是美國做資料 或者英國的 我不會說文化的差距 我看見學術殿堂的地位 所以來來去去還是那些 但是這樣說 因為始終研究數學 對於資源供給的要求 就沒有其他工程 純粹是坐在房間裡想 叫我理解 或者是有些電腦 讓他們這樣搖一下 最重要的是 你要出到人工 請那些數學家 請他們免費喝咖啡 我講一個例子 有一位數學家很出名 Steven Smile 來過成大 為何來到成大 就是因為優成同層好朋友 這個數學家 類似剛才那位韓國 他讀Undergrade時很差 到讀Postgrade時 找到好老師 老師也罵他 他才發奮 而且他在後生時 參加政治活動 曾經邀請過黑炮黨 說到他的家裡開會 優成同教授永遠不會說這些 不過我還沒聽 因為我看過他的自尊 有一次他得到獎學金 就是Research Fund 去李樂熱海路巴西 他不是在辦公室裡 他每天去沙灘看女 Richard Feynman Richard Feynman不只看脫衣帽 他每天看女生 他就跟他爭辯 我交到課 你來得到我去哪裏 教導學生 出到好的研究成果 其實是 我覺得學術的氛圍 道道文化會有些不同 我不會用種族來區分 甚至乎是 你看到這次亞裔人士 去了這些氛圍裡 一樣有去讀到的成就 尤其是西亞 伊朗 那些很厲害 對上海的女數學家 那是伊朗裔人士 因為伊朗的數目也不差 但一直來講 歐洲就是法國 現在這位是法國的數學家 而他繼續在歐洲 一直都在歐洲 我們一直看 為何法國或歐洲的數學 當然很簡單 一匹卡爾 尼爾頓 你今次看法國 英國 美國 這幾個國家 就是 數學 獨尖無頭 所以 數學家也要為一堆 大家互相刺激才能出現 沒有的 就算在亞洲來說 這些國家裏面 都有幾個重要的數學殿堂 日本京都大學 你如果在中國裏面 相對比較重點 你不要只說北大清華 你復旦 甚至乎中山大學 都算在數學上 算好 我們都不會看 香港來講 就是中大 是呀 很厲害 你不要小看 突然間會霸了一個 好像上一屆 我們很幸運 我們四年前已經做過 那個是西澳洲大學 的一個 你不知道甚麼叫西澳洲大學 但是他又拿到獎 所以大家不要因為那個名氣 或者你自己 其實你看到現在這個韓國的作家 他這樣拿獎 大家應該發奮 我知道也太遲了 不要緊 還有其他獎 等著你拿 下一節回來 我可以幫你把他跟餓 我可以找你 那些人 他真的有問題 你把他做的 好嗎 有 我可以找你